大家好,我是小萨 今天我们来聊聊三位死得最惨的奥特曼 首先是赛文奥特曼 在第39集暗杀赛文计划中出现了嘎茨行人 这个嘎茨行人是个狡猾的宇宙人 先派出怪兽阿龙与赛文进行战斗 通过阿龙与赛文的战斗分析了赛文的所有招式 之后在和团遭遇之后 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了团的交囊怪兽乌英达姆 在和赛文的交战过程中 以分身和瞬间移动的能力消耗了赛文的能量 等到赛文能量不足时 就将赛文困在了十字架里 并且十分无耻地向全人类宣布 要在第二天的黎明时处决赛文 然而这个怪兽虽然对赛文做好了充足的防备 却忽视了地球人的能力 赛文用心灵感应告知了奥特警备队补充能源的方法 后来赛文在奥特警备队补充能量后复活 一记充能之后的投标打败了这只怪兽 第二位要说的是孟比优斯奥特曼 在第37集中出现了一只名叫加修莱因的怪兽 他先是用防护盾轻松反弹了孟比优斯的孟比姆射线 之后身体上的三个脸同时闪光 从头上的脚放出了一道金色的光线 几乎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就把孟比优斯变成了曾经的雕像 甚至要把孟比优斯变成自己的收藏 后来在一团绿色的光芒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绿色 奥特之处来了 他先是用斗篷蒙住了怪兽的眼睛 之后给孟比优斯传输能量 把他给救活了 最后在两个人的配合下 终于打败了这只怪兽 孟比优斯的另一次惨败是在第46集 对战黑暗四大天王之一的冷冻行人格罗扎姆 孟比优斯一不小心就被他用冰刀戳了一个透明的窟窿 甚至还被钉在了嘴巴上 最后直接变成了奥特曼冰雕 又是变成金子 又是变成冰雕 孟比优斯的死相 大概可以跟被扎了气的杰克相比 最后要说的就是初代奥特曼了 如果说前两个奥特曼是因为一时大意导致了战败 那么初代输给杰顿真的是因为硬实力不足 无论是奥特束缚还是八分光纹 都被杰顿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这个时候奥特曼愣住了 这是他第一次遭遇如此严酷的战斗 在计时器闪烁之后 奥特曼在荒乱中发射了斯泰凶母光线 但是却被杰顿全部吸收 并且加强了数倍之后反弹了回来 直接击碎了初代奥特曼的计时器 最终还是凭借科特队最新研制的火箭弹杀死了杰顿 虽然在当时看来这多少有点bug 但是也表达了远古在创造奥特曼时最值得想法 那就是人类终究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守护我们的地球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了 感兴趣的朋友请关注我们的头条号动漫星纪元 我们会有更多的精彩视频呈现给大家 快来关注我们吧 拜拜